原标题,第七十一级团军谋履组织双针屏比数劳战斗力导向, 系列不合格被取消表彰资格,不晕, 没想到因为一项好和不合格,就被取消了表彰资格。 1月初,第七十一级团军谋履表彰奖励名单公布, 发明基层推荐上报的米立功受奖官兵, 因在年终军事系列好和中,未达标而被取消资格, 这是该履组织双针屏比数劳战斗力导向, 激发官兵系列热情的具体举措,军事系列好和不达标, 就取消立功资格,这样的做法是否太过严厉? 对于官兵的议论,该履党委态度鲜明, 评先行优要束劳战斗力导向, 为此才能真正营造起练兵打仗诗乡的氛围。 此次双征评比,修理大林一名老师官,因业务能力突出, 被连队党支部推荐荣立三等功, 但他因在体能抽考中有课目不合格, 被一票否决,某通信赢一名干部, 因指挥技能考核不达标, 同样被取消了他评优秀基层干部的资格。 新年开训后,干旅官兵系列热情更加高涨, 连日来,民军是地形学科目考核不合格, 而与优秀士官奖章失智交逼的某联班长王小波, 主动找到战友为他补课。 王小波说,当兵不经武,不算尽义务, 我要苦练本领,争取在下次评比中把失去的奖章征回来。 靖州,刘吉强,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据彭博社8日报道, 由于伊朗情报部门在欧盟策划谋杀事件, 欧盟当天决定对该部门及其两名工作人员进行制裁, 相关决定将发布在9日的欧盟公报上。 在美国去年退出议和协议后, 欧盟一直避免对一进行制裁。 彭博社评论称, 此举显示了欧盟对伊朗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 日本首相安倍在访问英国之际, 表示全世界都希望英国无协议脱欧。 与丁次作, 当上在英国议会激烈争议的有无协议脱欧问题的英国议员们三夫后行, 安倍首相在与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会谈后, 作词高调表态, 折射出日本看好脱欧后的英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 并以努力构建脱欧后日英关系。 2019年1月15日争二, 英国议会下议院将决是否同意 美政府与欧盟基本达成的脱欧协议投票。 虽然离投票仅剩数日, 英国下议院的纷争仍然剧烈, 朝野各自内部尚无法达成一致, 美首相不惜一切在竭尽全力, 在争取朝野各方一切能争取到的支持, 包括工党议员甚至工会领袖。 此前, 日本本田下属的英国本田公司宣布, 在英国三月底脱欧后四月初将停工六天, 以确保能够适应英国脱欧后, 物流和边界问题可能带来的所有结果, 英国和欧盟双方都早已准备, 一旦英国下议院, 拒绝通过政府的脱欧协议, 将在政治、监济、外交、边防、 内政等方方面面做出预队, 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科特警告说, 如果议员们拒绝特雷沙梅的脱欧协议, 英国将面临脱欧瘫痪局面。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资深记者评论表示, 在此之际, 在被首相的表态给英国选中送炭, 出手大礼, 将可能影响到英国议员们考虑如何投票的决定, 安倍晋三承诺全力支持梅政府与欧盟谈判达成的协议讨案, 既是在政治上给面临脱欧的英国背书, 也有经济文化, 甚至军事协议等前方位支持。 梅表示, 脱离欧盟为英日两国家强关系,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他和安倍晋三承诺, 将在日本和欧盟贸易协定的基础上, 确保日本和英国在脱欧后, 达成雄心勃勃的双边安排。 安倍晋三明确表示, 日本有强烈的意乱, 进一步发展与英国的牢固伙伴关系, 对英国做出更多的投资, 并与英国实现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安倍表示, 全世界真心希望英国避免无协议脱欧, 因为美政府与欧盟达成的协议讨案, 规定了英国脱欧后的过渡期, 确保了投资英国的外国企业稳定的法律环境。 2018年, 英国和日本的贸易额达到280亿英镑, 日本公司已经在英国雇用了15万当地人, 但这远非日本与英国经济关系的前茂。 路透社报道说, 日本投资人11月超买英国战线, 时隔23年后, 2019年初, 日本厚生省自1996年起实行的禁止进口英国牛肉的禁令, 此举将帮助英国, 试图在脱欧后, 恢复农党职业和扩大出口的努力。 在北与美海讨论了科学、 医学、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 有关项目包括医学方面的老年痴呆症和心理衰竭,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环保与增长等。 而作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英国国家美术馆将向日本举办大型展览, 包括世界著名的画家梵高的向日葵等原作, 早在安倍访映行前。 日本方面很早就表示, 欢迎英国加入了日本线头的, 2019年新年来临之前生效的十一, 国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 CPPPP, 英国方面表示了兴趣。 在安全问题上, 令日双方也作出共同承诺, 包括英国向亚太地区派遣皇家海军舰, 实施对朝鲜的制裁等。 日本与英国的军事合作, 已经引起亚太地区另一搭裹中国的关注。 新华社报道员也没首相报道说, 英国与日本今年将增加海陆空部队联合演习次数, 加强在防务等领域的双边合作。 英国欢迎与日本在包括探索未来战机及导弹研发等新技术领域的合作。 信息时代, 信息化作战体系一往而见, 一往而存, 广强则胜。 网络支撑下的作战云、 全球监视和打击等作战理念进一步强化。 分布式作战、跨域作战、 无人风群作战等新的作战概念深度开发。 陆海空天网前与全普作战能力全面发展。 针对敌战场信息系统进行破击的战场网络战由此应运而生。 以其隐蔽性、低成本、高效能。 越来越受到各国精队倾爱。 希望在信息化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何为战场网络战? 在信息化战争联合作战中。 通过网络攻击敌战场信息系统的关键节点和重要链路。 降低敌体系作战效能。 已经成为重要的非对称之声途径。 战场网络战, 就是在网络战指挥机构统一筹发指挥下。 以网络攻击为主。 服以电子攻击方式。 多元多余多手段, 对敌联合作战体系网络信息系统实施的网电一体作战行动。 战场网络战重点强调五个方面, 积极主动攻击。 通过积极的攻势行动优选精打。 重点破击敌战场上的重要网络链路和关键节点。 迅速瘫痪起主要信息系统。 压着敌战场侦察, 影响敌指挥决策, 扰乱敌作战行动, 降低敌作战效能。 夺取主动权。 黄电合力攻击。 将网络战和电子战在技术战法上融合律用。 网络战聚焦信息在内攻, 电子战聚焦能量在外扰。 针对敌信息化作战体系, 对网络和电子设备的高度依赖性。 分析目标体系脆弱结构。 寻找敌作战体系的阿哈流斯之种, 和学确定攻击目标、手段和方法。 弊强肌弱。 以长制短。 悬域覆盖攻击。 战场网络战强调, 将敌方基于网络支撑下的指挥控制、 情报侦察、通信等一体化作战体系 所有重要节点目标, 都纳入攻击目标群。 实现潜力覆盖作战。 分强射战效果。 多重战场攻击。 战场网络战主要网络的渗透性、 散在性、 核在路、海、空、天群为战场, 同时展开行动。 既可以单独实施, 也可以与其他机兵种共同实施。 战场网络战有啥效能? 战场网络战在作战运用中主要包括 网络战和电子战力量, 在统一指挥下一体作战。 共同对敌信息系统实施攻击。 两种攻击手段, 发挥一个自由式系统作战。 形成压制, 削弱敌网络信息体系效能的合力。 通过网店一体侦查获取战场无线网络的信号参数, 拓付结构和跳皮变化规律等。 优化网络和电子攻击力量配置。 实施精确电子干扰。 使敌信息网络失去传输, 接收和处理数据的功能。 运用信号分析, 密码破译等手段。 掌握敌无线网络的信号特征, 鞋类型和密码机制, 后门漏洞等。 实施无线接入攻击。 释放病毒瘫痪网络, 获取情报信息, 甚至接管网络控制权。 战场网络战的作战效果主要体现, 破网滩体。 借助软硬结合的网店一体杀伤效应。 将病毒、逻辑炸弹或恶意软件等网络武器, 直入敌信息网络中。 通过对这些网络的控制、 回贪、阻断、 遏制敌作战效能的发挥, 甚至瘫痪敌联合作战体系, 锻炼失能。 对敌战场网络信息系统的预警探测、 指挥决策、导航定位、 武器控制、 综合保障等关键网络链路实施破击。 切断或阻塞敌维系网络信息系统的数据链路, 持续或阻止信息传输流转。 使敌放失作战能力, 攻心乱志。 通过网络实施舆情宣传, 建设、破坏、 瓦解敌军心士气, 主动放弃抵抗行动, 达成不战而去人之兵的效果。 怎样提高战场网络战能力, 实施战场网络战, 必须遵循网络电子作战特点规律, 充分发挥技术推动、 武器装备和战法运用的各自优长。 多管齐下制定可靠措施, 最大限度的规避风险, 确保战场网络战的最大效益, 构建快速高效的指控系统, 建立健全战场网络战指挥控制系统, 对目标确定, 战场环境、攻击方式、 作战效果、信息反馈等, 进行及时分析和科学处理, 压缩针、控、打、平控制环路, 确保系统的稳定、高效, 可靠和作战行动的协调一致, 把战场网络战力量有效融入联合作战体系, 积极发挥战斗力倍增弃作用, 建设官业的训练基地, 战场网络战需要实时准确探测, 感知和分析敌方战场信息网络的系统架构极强弱点, 快速进行作战筹划, 并下作战决心, 展开作战行动, 通过建设专门训练基地, 模拟敌军式信息网络环境, 寻找其安全漏洞, 研发迫击技术, 演练攻击战法, 确保战时能够实施有效攻击, 积极致定作战规则, 网络空间的联通性和犯罪性, 具有高度敏感性, 必须创制, 遵循和利用国际法准则, 有效避免陷入法律被动, 为此, 战场网络战应建立依法作战原则, 重待取得法理优势, 要以军事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 明确战场网络战的组织形式, 参与力量, 动员机制和使用时机, 方法等, 合理筹划作战行动, 科学, 精准确定攻击目标, 陆志安刘洪顺康国卿, 原标题, 无锡联保中心, 第911医院, 机动千里, 开展卫情保障演练人寒条件下, 地利卫情实战功, 也站手术车, 防疫洗销车, 放射检查车同时展开, 批量伤员按照救治要求, 竟然有序通过, 前步酒, 无锡联保障中心, 第911医院, 达转数千公里, 抵达驻日和训练基地, 围绕探索卫情保障新模式, 进行安全布空, 接到命令后, 各就职小组迅速展开行动,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全力施救, 4名伤员转为为安, 围绕快速反应, 融入体系, 精准保障的目标, 在医疗队聚焦野战勤务, 卫生装备操作, 大批量多批次伤员流转等课目展开演练, 深入长找实战化条件下, 卫情保障短板, 针对以往伤病人病例设置单一的问题, 他们加强现代战争中多发的复合伤, 战场污染伤等战伤综合救治训练, 为应对多二化保障任务, 将伤病员等极细化, 打破原有编程的限制, 将人员, 装备, 细分为多个功能单元, 使救治力量调配更加合理, 保障更为高效, 他们坚持用实战标准检验护理人员战场救治能力, 树立护理工作, 向战场聚焦的先明导向, 助现地气温, 低至零下十一摄氏度, 医疗被开展实验, 锤炼义务人员实战化为行救治水平, 为在极端条件下, 进行精准救治, 提供科学遵循, 他们还针对严寒条件下, 伤源血管不易被发现, 大师血性修科伤源血管塌陷的实际, 展开骨髓枪内输液新技术试验, 该院院长王储恒介绍, 结合这次演练, 他们会总梳理出4类20个具体问题, 改进装在细台8件, 完善方案16个, 以致标准化操作流程5套, 8套,陈旭杰, 环球网军事1月7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 1月6日, 援引土耳其耶尼萨法克报的报道称, 消息人士称, 美国再次建议土耳其放弃采购俄制F400防空导弹系统,